金马号随车小姐回来了 今年是中部横贯公路开通60周年 主管单位跟学校合作 推出新的金马号 找来四位大学生 副科担任新金马小姐 从9月开始一直到年底 每个周末替游客服务 招牌亲切笑容 招呼民众上车 看看他们的打扮 头戴穿型帽 身穿水蓝色制服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熟悉 小时候常听爸妈说 天上飞的是中华 地上跑的是金马 今年是中部横贯公路开通60周年 交通部为了推广中横观光 除了将公车复科成当年的金马号 还跟领动科技大学合作 争选出四位大学生 担任新一代的金马小姐 又再次重现公路上最美身影 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因为平常可能打工 你可能也找不到像这种打工的机会 毕竟是已经60年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年才21岁 感觉就是很有意义 为了传承金马小姐的服务精神 更找来670年代的资深金马小姐 到场指导 分享过去遇到的突发状况 以及如何临场应变 而当时想要当上金马小姐可不简单 标准跟靠空姐一样难 新一代的金马小姐从9月开始每个周末都会在复刻的金马号上水车服务 带领民众游览古关离山等中恒景点 重回当年670年代的美好记忆 解采中 纵不得 让我们在这边从10月底浏触 做完整的银行